大家好,今天是美西时间12月2日,欢迎收看第二期万维读报,我是Cherry 美国共和党联邦众议员莫·布鲁克斯证实在1月6日国会联席会议 对选举人团投票结果进行认证时,他们计划提出挑战 他表示,这次大选遭窃,如果只计合法选票,川普才是赢家,国会认证应该反映这一点 据美国媒体Politico12月2日报道,在一个电话采访中,布鲁克斯说 依据我的判断,如果只有符合条件的美国公民投下合法选票 川普以显著优势拿下了选举人票,而国会对大选结果的认证应该反映这一点 布鲁克斯表示,2020年大选存在严重缺陷 大多数邮寄选票都是违宪的 他已经与一些参议员进行了间接交流,以形成潜在的联合力量 布鲁克斯说,宪法没有赋予最高法院或其他法院推翻选举人团投票结果的权利 但国会具有这个权利 美东时间明年1月6日下午1点,50个州将向国会做报告 参议院议长将主持这次会议 他们将向国会报告本周选举人团选举的结果 布鲁克斯解释说,当众议院和参议院至少各有一名议员 在1月6日拒绝接受选举人团投票结果时 那就会立即触发众议院全体投票和参议院全体投票 以决定是接受还是拒绝该州提交的这些选举人团票 根据联邦法律,众议院和参议院的辩论被限制在两个小时内 布鲁克斯说,根据第12修正案 众议院将决定谁是总统 而参议院将决定谁是副总统 如果总统人选最后要由众议院决定 这种情况下的众议院投票和平时的议员投票不同 而是由各州代表团来投票 各州代表团各拥有一张选票 赢得多数州代表团票数的人将会成为总统 在50个州代表团中,共和党控制至少26个 因此对川普获得多数票,赢得连任有利 川普竞选团队律师杰西·宾纳尔12月2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该团队发现了真正的选民欺诈证据 仅在内华达州就有很多案例 其中有4万多人在选举中投了两次票的示例 这些证据将很快提交至州法庭 如果属实,可能将抹去民主党人拜登的领先优势 据福克斯新闻台报道 宾纳尔在接受该台采访时 起初没有为他的指控言论提供消息来源 如宣誓书或举报人 但他后来表明将向法院提交证据 报道指,目前尚不清楚大部分涉嫌欺诈的选票 是在内华达州哪些地区投出 宾纳尔还表示 一些人说他们被记录为通过邮件投票 但从未收到选票 这些人告诉川普的团队 他们没有投票 内华达州州务卿巴巴拉·塞格夫斯克的办公室 尚未回应评论请求 自11月3日大选以来 塞格夫斯克很少发表公开声明 针对舞弊指控 几周前克拉克县选民登记处 乔·格洛里亚的办公室告诉美联社 川普竞选团队的投诉 错误的陈述和歪曲了证据 并声称原告 鹦鹉学蛇在不了解第一手事实的情况下 对党派人士提出了错误的指控 本周早些时候 内华达州共和党人撤销了一项诉讼 声称已经不住在该州的人非法投了票 但后来发现诉讼中的地址和邮编 位于可以在内华达州合法投票的军人家庭和学生 但根据数据专家多罗西·摩根的调查 本次大选内华达州选民的登记信息异常的情况明显上升 有大量的选民登记信息不完整或地址不寻常 摩根在宣誓书中说 他发现选民在登记信息时 少填性别和年龄的情况出现历史性异常的增加 甚至还有人将赌场和露营车停车场当作家庭或邮寄地址 少数例子发生在克拉克县大部分地区和拉斯维加斯市 11月3日美国大选后 美国媒体自行宣布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当选 但多州不断爆出各种选举舞弊乱象 目前在宾州、亚利桑那州、密西根州等摇摆州进行的公众听证会上 有多位证人公开作证揭示各种选举欺诈现象 美国总统川普12月2日下午4点在白宫发表视频声明 他说 这可能是我做过的最重要的演讲 川普总统在演讲中说 想提供目前的一些最新工作进展信息 已揭露11月3日这一漫长荒谬选举中发生的巨大选民欺诈和违规行为 川普表示 过去我们习惯于选举日的说法 但现在是选举日、选举州和选举月 他说 在这个荒谬的时期内发生了很多坏事 他提到 美国人本该拥有最大特权 选举权 川普说 作为总统我而言 没有比捍卫美国法律和宪法的更高职责 这就是为什么我决心保护我们的选举系统 该系统目前正受到蓄意攻击 并且在总统选举之前的几个月就已经开始了 川普还谈到 他曾被警告不要过早宣布胜利 我们一再被告知 将需要数周的时间来计算缺席选票 并核实结果才能确定获胜者 川普表示 选举后发生的这一切都非常非常奇怪 他说 在选举后的数天内 我们目睹了精心安排的努力来假设选举获胜者 即使当时许多周仍在计票中 川普还说 我们将确保计算每一张核发选票 来捍卫投票的诚信 不能进入非法选票 这不仅是要兑现7400万支持我的美国人的选票 还在于确保美国人能对这次选举充满信心 并且在所有未来的选举中充满信心 美国大选前 硬盘们丑闻曝光了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与中共的关系 美媒12月2日再度披露 拜登的竞选顾问和CNN主持人 刚刚参加了11月20日在广州举行的读董中国会议 而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亲自给该会议发了贺信 据美媒国家脉搏12月2日的报道 CNN主持人扎卡利亚和拜登2020年竞选顾问 刚刚参加了最近的读董中国会议 报道说 该会议的主题是呼吁中共与世界加强合作 中方出席人士中有多名中共马列学者 也有中国共产党的高层参与 习近平一直为大会提供支持 2019年曾亲自接见与会者 今年也给会议发了贺信 报道还称 该会议也依靠西方人士的参与 来支持其合法性 今年有多位欧美的亲中政客出席 其中包括CNN主持人扎卡利亚 和另一名美国政客萨莫斯 报道引述路透社说法指出 萨莫斯是奥巴马时代的国民经济委员会主任 也被确定为拜登总统竞选活动提供咨询 根据中共官媒报道 今年的读懂中国国际会议 11月20日在广州开幕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黄昆明 通过视频出席了开幕式 宣读习近平的贺信并发表演讲 中共广东省委书记李希 亲自出席并做了主旨演讲 英国已批准由美国辉瑞和德国生技公司 BioNTech合作研发的疫苗 并于下周开始施打 成为全球首个批准使用辉瑞疫苗的西方国家 中共工程院院士钟南山表示 辉瑞疫苗的三个月临床试验结果远远不够 根据英国政府12月2日的声明 疫苗将于下周在英国上市 首批疫苗接种对象为年长者及医护人员 辉瑞与BioNTech研发的疫苗的第三阶段 人体试验结果显示 该公司的性史核糖核酸疫苗有效达95% 是全球第一款被批准的疫苗 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近日在一个 卫生健康科技会议上表示 辉瑞和美国莫德纳的三个月临床试验结果远远不够 疫苗保护率不是唯一指标 针对目前关注度最高的疫苗 钟南山指出 目前在临床试验的14种新冠疫苗当中 中国的疫苗是扎扎实实往前走的 他说我们不会比已经公布了一些 三期结果的国外疫苗落后 目前莫德纳和辉瑞的公布的结果中 都有有效率和保护率超过90%的数据 但这个数据只是其中一个指标 是否是好疫苗 我们还要考虑其他因素 在疫苗研发方面 一直宣称领先的中国 目前共有5支疫苗投入第三期临床试验 据新华财经11月25日报道 中国国药集团已向国家药监局提交了新冠疫苗上市申请 除此之外 中国疫苗并无更多的消息披露 有相关专业人士表示 中国的灭活疫苗及腺病毒载体疫苗 安全性不及辉瑞 性是核糖核酸疫苗 此次英国批准将对中国疫苗研发产生压力 12月2日轰动一时的中共央视实习生 诉名嘴性骚扰案件终于开庭审理 这个案子从网名为选子的实习生 2018年在网络公开指控朱军到庭审历经了两年的时间 外界认为这起新骚扰案件审理将是里程碑式的 综合媒体报道 原告网民选子的女生 2018年在社交媒体公开发文指控中共官媒中央电视台知名主持人朱军 称朱军在2014年强行亲吻她 选子其后向法院对朱军提起诉讼 要求朱军公开道歉并索偿5万元人民币 朱军当时否认所有指控反诉选子和她的一名支持者 侵犯其名誉造成精神伤害 案件拖延两年在12月2日开庭 当天大约有100名支持者在北京海淀区人民法院外对选子表达支持 一些人举着MeToo标语 还有一些支持者每人各举一个汉字 拼成我们一起向历史要答案的标语 然而在庭审现场外面只有大批力挺原告选子的年轻人 和路透社等少数外国媒体表示关注 中国媒体集体缺席 据悉 在海淀区法院外拍摄的外国记者 后来被执法人员强行带走 英国BBC报道指 这起性骚扰案件审理是里程碑式的 报道指 在中国此类案件能正式走入法庭审理阶段 甚为罕见 分显示认为 这起发生在6年前的案件 或对中国MeToo运动的未来影响重大 直到最近对于什么构成性骚扰 中国法律上一直没有严格定义 根据非政府组织北京原重性别发展中心的数据 在2010至2017年间 中国公开的5000多万份判决书中 只有34份涉及性骚扰指控 其中只有两起案件是受害者起诉 涉嫌性骚扰者 而这两起案件最终都与证据不足为由被驳回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CDC12月2日宣布 将放宽隔离指引 把曾与确诊者接触人士的建议隔离期 由14天缩减至10天 若然有关接触者的病毒检测结果 为阴性及没有症状的话 建议隔离期再缩至7天 同时CDC建议民众在年底假期期间避免旅行 目前CDC对于新冠肺炎确诊者接触后的 建议隔离时间为14天 目前是最大限度的规避染疫风险 不过大多数人在接触病毒后 4到5天内就会具有传染性 并出现新冠肺炎症状 美联社引述一名政府高级官员透露 科学家已经对新冠病毒的潜伏期进行了研究 相关政策的变化也讨论一段时间 建议缩短隔离期 将可使密切接触者更快地回归正常生活 新的建议方案是 如果当事人未报告任何症状 则在10天后无需新冠病毒测试 即可终止隔离 另一方案是 如果当事人的测试结果为阴性 且未报告任何症状 则在7天后结束隔离 CDC疫情负责人亨利·维尔克表示 替代隔离检疫期 可以通过减少较长时期停产造成的经济困难 使人们更容易采取这一关键的公共卫生行动 官员们希望新的隔离选项 能够让更多人遵守隔离建议 和配合联系人追踪工作 在圣诞节即将来临之际 CDC也建议人们不要在节日期间旅行 CDC旅客健康处处长 辛迪·弗里德曼表示 如果人们确实要旅行 则应该考虑在旅行前1到3天 以及旅行后3到5天内接受测试 好了 以上是本期《万维独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点赞和转发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